别动啊 再动我杀他 天君 你先出去 不许走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他在这儿 刚好做个见证 你的运气不错 我恰巧有一种药 可以让它暂时成为死人 什么意思 那是一种强效的神经麻痹药物 你要把这种药物 注射到他的静脉里 半个小时之后 他的心跳 呼吸都会减弱 像死了一样 你把他救出来之后 他就会死而复生 军统队所有敌人的尸体 都会统一送到七星岗掩埋 白天各处都有可能去哪里投尸 半晚五点由总务处 统一掩埋 你要给我一个 能随时联系到你的电话号码 他们把冯大奎移送出骆驾湾 我就立刻通知你去七星岗接人 三六七 人送出来了 打这个电话通知我 什么时候给我要 晚一点 我会派人给你送去 你会派人吗 我哪里从长远 你会派人 我都会 kolej到迪远 这部门 我甚至是 你会派人 有汪人 我 我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说给我听 周海超戒备三言 尤其是地方我 而且我一个针方科的人 想进中工科的审讯室 几乎是毫无可能的 所以我只是在刑具室的鞭子上 下了一点药 光凭这点药剂量肯定不高 还需要再给他补一针甲刺针 我知道这很冒险 但是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 冯大奎不能交给黄沐韦 我会赶在黄沐韦之前 从七星赶把冯大奎弄走 根据我的观察 他并不是真正的日点 但他之所以扛了这么多天 一定是日本人承诺 给他足够的好处 我把他接走之后 会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跟我合作 拿到他想要的 要么就是死 我肯定 他会选择活下去 等我们拿到情报之后 我拿他换回我妹妹 为什么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像是在赌博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赌局 而且我的赌运 意向特别好 运气只是一时的 你一定要谨慎行事 看来你是真的想死 我是太吓唬了 可我真不是什么樱花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不是还抓了另外一个人吗 你去问他呀 你不是一个人道哪 的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医生 人快不行了 快看看 出电头 快 准备强行证 周科长 人已经不行了 死了 对 我会出去死亡证明 然后交由您签资 行 按规矩办 阿光 获得扫尾 是 我们去收拾吧 是 是 是 喂 喂 你好 这里是宽人医院 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叫阿光的人啊 他老婆生孩子了 麻烦你叫他赶紧来一趟医院 哦 好 我会尽快通知他去医院的 谢谢啊 病毒 他的人 你 吃了 这 看 好 嗨 阿光 找你半天了 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说 你老婆生了 生了 电话我都没给你挂 在我办公室呢 你快去接 谢谢你姐 我这就去 我收拾一下 谢谢你姐啊 你姐 老婆生了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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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门了 坐来啊 别着急 坐来啊 别着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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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姐 听话怎么没声音 是吗 可能是等太久 那边挂了 这样吧 我给小婉打个电话 就是肖太太 我让她呀 去厂科叫你的家人 过来接电话 会不会麻烦 不麻烦 肖科长的太太那是熟人 不找熟人帮忙找谁啊 太谢谢您了 李姐 喂 电讯科刚又结合了 行吗 敬军 来来来来 先找一下我的盆栽 阿强 给我打点开水来 怎么样 可以 谢谢 叔 电讯科刚又结合到电报 密码虽然改了 但是发布的地方 还是皇后饭店 发布的手法也和之前的樱花 一模一样 这么说来 这冯大奎还真不是樱花呀 浪费我几天时间 他要真是樱花 这么有价值一条线给断了 怪可惜的 儿 儿子 太好了 太好了 六经八两 太棒了 我还以为过了年才生啊 这小子 他等不及了 要跟我们一起过年 你醒过 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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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啊 王 那我 过几天找时间来看你们 我挂了啊 再见 嗯 你姐不好意思啊 我太气动了 我儿子 六经八两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来收拾 搁这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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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手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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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光啊 行了 你别紧了 赶紧的去找周科长请假 去医院看你老婆孩子吧 那行 李姐 那我就先走了 我儿子 忘了 忘了 你看 这个谁亲资料我也忘了拿了 恭喜啊 走了 走了 来 你这个时候来跟我请假 冯大辉的扫尾工作谁来做 周科长 你让兄弟帮个忙替我一下 你生个儿子 去医院 去晚了 你那儿子能飞了 小鸡鸡都没了 周科长 我 我当天我不容易 我 我第一次当天 是 是 是 生儿子是喜事 那 我也随个份子 这 这 拿着吧 阿光 你看这样啊 首先呢 这冯大辉的事情 都是你从头跟到尾的 另外处理不能留尸体过夜 所以呢 这件事情 你赶紧办 办完 去医院 见你儿子去 行吗 周科长 是你们中工科 有尸体要送是吗 你看人都来了 赶紧带人去呀 好 周科长 走 理计算计算不过 我闹了 是的 你现在能传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天就没了 是啊 这个年代谁敢保证啊 那个 你说 看这邪里门啊 双没就没了 妈的个巴子 进来 二位兄弟 辛苦了 来 大把手 有劳了 来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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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能行 好 来 慢点啊 伙众 好 出事了一半 乱制药 怎么也有两个小时的药效 再加上鞭子上的剂量 让他睡上三个小时应该不成问题 你们可已经安排人运送冯大葵尸体了吧 安排了 但是以他们的办事效率 最快也要午饭之后才能出发 冯大葵现在已经夹死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就算运势车十二点之后再出发 一点之前怎么也到七星港了 应该来得及 那就好 我现在出发 我先去交场口城门口 那里是距七星港炮尸的必经之地 我看到总务科的车辆过来之后 再给日本人打电话 这样我有足够的时间接走冯大葵 好 好 我花料 不要 还 incidents 是 太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是我 他们刚刚把尸体送出罗家门 正在前往七星港 知道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果然是个骗子 你不会以为是我放走冯大会来的 那不然呢 为什么来这儿 我就是信不过你 这只是个意外 我不听理由 只看结果 但是现在冯大会已经走了 我们要做的不是在这儿争吵 而是马上把他找回来 我还能相信你吗 你已经上了赌卓了 没开宝之前改不了 也不应该改 别开枪 我光叫被我来撤离 你去找佛南葵 马上 你自己小心 你 你 你姐 浩光 恭喜你当爹了 我要是你呢 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事要闹大了 你也可能被牵连 李宗盛 我 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什么也没看见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这不就是来帮你的吗 李宗盛 我听您的 我保陈什么都不说 我下来办 我就去看儿子 你们看去吧 好 我相信你是聪明人 什么 冯大鬼跑了 死人还能跑了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突然就活过来了 趁我不注意把我打暈了 后来我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不见了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一会儿人死了 一会儿死人跑了 我这怎么跟上头救的 你说 这事会不会跟 萧正果有关系 萧正果 今天运尸车出去之前 我看见萧正果 开车先走了 你是说有可能是萧正果 把冯大葵半路劫走的 但冯大葵能从这里出去 肯定有人帮他 你不是一直怀疑萧正果 被日本人收买了吗 这样你先往我去查一查 他中文到底干嘛去了 好 萧正果 你最好把你尾巴藏起来 否则我一定把你尾巴藏起来 救出来 这样就能唬阿光 阿光这个人 胆小又怕事 所以 只要给他稍加分析 一听对他不利 他肯定不会收出去 他现在不说 不代表他永远不说 现在阿光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定时炸弹至少现在还不会炸 最重要的是 他现在有可能认为 我们都是冯大葵的同伙 那我们总不能什么事情 都跟他解释清楚吧 找不到冯大葵 就等于放走了一个日碟 解释有用吗 我的错 好 这个 你拿着 这是什么 这是我复制的 所有福纳葵的相关资料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能找到他的下落 人是我弄丢的 我豁了命也把他找回来 人要找 命也得留着 你还得救你妹妹呢 送我去医院 我们一直等到天黑 军统也还没有把尸体 送到七星岗 会不会 陈山他就是 谎报军情 他不敢开这么大的玩笑 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披露 其查清楚 我需要的是结果 是 荒木君 我刚刚听你们提到 小哥哥的名字了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我猜 就算你亲自去问陈山 他也不会告诉你 他都做了些什么 是啊 他在外面挣钱很不容易的 哪怕在外面打得头破血流 他回家也不会告诉我的 怎么 还有什么事情吗 这是我给小哥哥的鞋 你能帮我交给他吗 我答应过小哥哥 我要一直给他做鞋穿 直到他把嫂子取进门 他和你这样的妹妹 真的是太幸福了 来来来 我要给你熬个糖水 你去 你去 我真的没跟周海超说 我知道 咱们扛的这祸 本来就是脑袋 闭在裤腰带上 不是什么好阴神 算我求求你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我肯定会帮你的 但日本人可未必 你们真是提日本人本事的 当然不是 我的钥匙 不是我关在门上的对不对 这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我们也想从冯大葵身上 查到日本人的阴谋 你们怎么都我不管 我只是换口饭吃 我只是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单位的大师 他不是我一个喜 小人不能管的是不是 那就走 离开宠庆 就算萧正国和周海超 不会找你麻烦 只要跟冯大葵案相关的人 日本人都会盯上 拿了钱赶紧走 再晚 日本人找上你 我也救不了你 萧正国的车 出现在轿场口城门 对 就是运势车 出事那一代 什么时候 十二点半左右 总务科老季正好在那边公干 看见萧正国的车 在那块儿出现 较场口可是去西新港的必经之路啊 萧正国在那儿干什么 接应冯大葵 那这么推断下来 萧正国一定知道冯大葵没死 营救冯大葵的事情 就是他干的 他是怎么让冯大葵死而复生的 难道他偷偷进过审讯室 审讯室只有和阿光进去过呀 那我们怎么办 你怎么办 如果萧正国就是营救冯大葵的人 现在冯大葵又跑了 他应该干吗 他应该会去找冯大葵 我们要不要跟着萧正国 当然跟着了 阿光老婆这两天生孩子 你得辛苦辛苦 一面盯着萧正国 一面寻找一下冯大葵的下路 对了 这个你拿着 是我会干 这个不需要 这就是办公经费 拿着吧 去 萧正国 我就不信你还能这么走运 就像你是个人 我来说 在这点下路 我会去把判断 但是我听不着 说有没有人 人都没有人 我跟着人家 我爹得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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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开我 封大魁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谁知道他会药效果的突然醒过来 反正人丢了 所以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人不会丢他 我一定能找回来 怎么找 你会坚信记得救他出来 一定是因为他手上有你想要的东西 他能抗过大刑 就是算准了 你能保他一命 他一定会来找你 一个知道太多的人 又不懂得装赏 同样也要受到惩罚 再次见了 轻人 有 轻人 轻人 些柄 你有一个好妹妹啊 她手艺很好 她手艺船 我 不不不 黄沐先生 冯大奎已按备用联络方式 与樱花取得的联系 他提出的要求是 让我们提供明日鲤鱼的船票 及美金一千元 以交换他手上的物品 您华问 现在是否需要交易 请您指示 答应对方的条件 我们的东西 必须万无一失地拿回来 是 车在这儿 人没眼儿了 萧正国不会无缘无故跑这儿来 他一定是为冯大奎而来的 冯大奎家我去过了 之前咱们搜过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 萧正国应该没进去过 那他也不知道冯大奎下落 你不是说冯大奎是他就走的吗 他要知道冯大奎在哪儿 他来他家附近看什么 再说了他俩街头不应该在这儿啊 那你说他会不会是 故意把车停着 虚晃一下 车在这儿 人跑不了盯着 知道了 车在这儿 外奎 开始 车 车 回来了 这么晚了 还不睡啊 我 饿了 睡不着 饿了 给自己做点东西吃啊 生的变熟的 我不会 行 那我看看厨房里有什么生的 我还怕你不吃这个呢 好多姑娘怕胖了都不吃这些 管它呢 吃了再说 好了吗 给了 我尝一个 行行行 你不吃饱了吗 还不睡觉 要你管 对了 明天年夜饭 我叫了李姐跟我干爹 我们一起 买菜的事交给你了啊 说得跟你买过菜似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怎么觉得你今天不太对劲呢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这世道 谁活着都不容易 睡了 还烧 坐 没吃呢吧 没呢 来 搭把手 都什么呀 豆腐脑 包子 茶叶蛋 油条 桌上呢 豆腐脑我喜欢啊 有辣椒吗 没有 葱花呢 没有 榨菜呢 也没有 那这怎么吃啊 对了 阿光一早托人烧个馅 说他要送他 刚生完的媳妇跟老娘回老家去 他老家不是什么江西干县吗 他紧赶慢赶 也没法回去过年啊 不对啊 怎么了 能进审讯室的只有我和阿光 接着 冯大葵就死了 然后又跑了 你怀疑阿光 好 当时 是他要求和我一起进中功课的 说害怕 肖仲果给他穿小鞋 来一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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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今天走了 肉都挂在那儿 这大惊人不是惊肉 这大惊人是什么 帮你 喂 你好 我找一下中共客的张黎 谢谢 好的 稍等 张黎 张黎 喂 我是张黎 是我 我在冯大葵家里找到一本英文书 这本书在你的资料里面没有提醒过 书上印了一个知乎书屋的地址 我怀疑这就是它跟日方接头的地点 好 你先过去 OK 谁干的 看见了吗 小兄弟 换个地方吧 周和尚 在哪啊 废物人跑了 起来 来 海潮 车找到你的 冯大会有消息了 哈六在渡游街附近看见他了 鬼鬼祟祟的 一定是跟人介绍我 带我去 他就要去 上海 坐在那里 黑医生 尤其是 尤其是 不可以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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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账 来了 客官 你大腿 你俩果然是一伙的 什么 追 宁华你去哪儿啊 救走冯大辉在先 你跟他在这儿 接头在后 被我逮个正着 还有什么话要说 对你这种蠢货 我确实无法说 我要是你 我绝对不拿枪对着自己人 谁跟你是自己人 冯大奎那样的小角色 在我心中早就死了 但你这样的内奸不挖出来 早晚坏大事 冯大奎要是跑了 就是你坏的事 把枪放下抓人要紧 盛科长 盛科长 谁开枪 不知道谁干的 阿六已经追出去了 你俩开始尸体 是 怎么回事 日本人费尽心机也要救冯大奎 快出来 这说明他手上 一定有他们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也想知道 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冯大奎今天来这个书店 就是为了用这个东西 换日本人手上的船票 还有美金 现在呢 有人已经把这个东西 带走了 要不是你坏事的话 我现在就是人赃巨货 现在人赃巨货的是我 别动 周海昌 你把枪放下 小正国 你故意吸引我的注意 好让你的同伙 拿走那样东西 你因为我不知道 周副科长 要论樱花的嫌疑 你比我大 你和冯大奎在这儿街头 刚巧被我碰到 我就是人证 那本书 海里边的美元传票 就是物证 现在人证物证巨财 你这是要自导自演 把我杀人灭口了 因为你拘捕在先 所以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俊偷 ilgili的挑战 你死我活的程度吧 小婉 是我 废出已经到了 那就辛苦你们先做饭了 我这边还有点工作没忙完呢 郑国啊 他跟我在一起 还有周副科长 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些活没忙完 放心吧 忙完我们就回去 好 再见 周副科长 老费跟小婉在家 已经开始准备年夜饭了 就等着我跟萧科长 回家吃饭了 那要是没什么事 我去帮周副科长 把冯道辉的事理处理好 尽管你了 张立 周副科长一定非常后悔 刚才说的那些话吧 你说 这冯大葵的尸体 本来是要运去七星岗的 这回头要是负责埋尸的总部科 发现少了一具尸体 周副科长 周副科长失职一事 怕是纸包不住火呀 怎么 想看我笑话 没有 我这是帮周副科长出主意 要说这个樱花谁的嫌疑最大 那一定是周副科长身边的这个阿光啊 是 为罪出逃一事 就是最好的证据 这个阿光 一手策划了冯大葵的营救计划 周副科长要是带着冯大葵的尸体 主动向官处这么回报 责任应该会清上许多 那我们就平平安安地过个年 新年快乐 一二二三四 不行不行还是算了 挺好的 我太笨了我这是 挺好的干净来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这是我第一次 在上海以外的地方过几年 外面两个人都是萧正甲的情人 不是我的 一旦被他们知道我今时的身份 他们随时会翻脸 甚至杀了我 张丽啊 你通话讲一句伤害话好不好 这样能让我感觉到 最起码在这里我还是有亲人的 新年后 新年后啊 吃两块 好 这次郑果啊 从上海回来学了一手的上海菜 连李姐都夸她做得好吃 好吃吧 嗯 我早就说过 郑果呢是个聪明人 我和顺年啊是不会看走眼的 大飞 你老是帮我撑腰 我还以为你是我干爹的 我不就是你们俩的爹吗 倒是想跟你们俩说点正事 上次说正事可是说我结婚 那这次 不会让我生孩子吧 结了婚不得生孩子吗 郑果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要我说呀 生一个都不够 得生两个三个呢 生的是越多越好 都围着我叫外公 那样我才高兴呢 李姐 快帮我说两句话呀 你看我干爹 都把我当成母猪了 好 来来来来 要过年了 好 咱们喝一杯 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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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佳了 这是陈建旺第一次 自己一个人过年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我 还有小夏 应该不会吧 他惦记得只有陈和 除了小夏之外 我还有一个大哥 叫做陈和 很多年以前去北京读书了 一直也没有回来过 在陈建旺的心里边 他才是我们家最争气 最上见的孩子 小夏就不用说了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不成气 成天闯祸 不过他现在脑子也不清楚了 应该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也好 省得整天烦我 你什么时候可以回上海啊 我的任务期限 是经浙 今年的经浙 是正月二十 那里 第一次 会不会吧 有点没事 我们可能就能这样 你自己在排队 我看你 我看你 在排队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车 新年快乐啊 拜年这种事应该我来做 拜年需要礼物的 你有吗 你想要什么礼物 你不知道 兵工厂分不图 看来你很清楚啊 那我也入乡随所 送你一个礼物 开车 你觉得嘉陵江和黄浦江有什么不同吗 风不一样 水不一样 站在江边心情也不一样 你想家了 既然我又回不了家 能不能见见家人 今天过年 我要见真相 你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你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你以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你在背后做了什么吗 我是按照你们的命令做的 全部 你能猜到冯大奎的街头地点 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要不是我去了 冯大奎已经落在周海潮手里了 我是为了掩护他 你能猜到冯大奎的街头地点